最重要其實是大家找到一個適合的適合 因為婚姻是一個馬拉松來的 不要看得那麼短 如果大家的心理還未準備好 我會建議大家回去 為做而做的 開始我們兩個人相處 是激情 你久了對著同一個人的時候 很容易將愛情和感情 親情去運賣情 我經歷了很多高高低低 有些小朋友 長輩來我們而去 到最後你們還可以白頭到的門 我就會叫做愛情人 39歲無線小生羅茲逸 2016年 迎娶大過自己5歲的時候楊善耀 眨眼 他們已經是一個幸福的四口之家 楊善耀先後為他生了一對子女 早前羅茲逸生日 剛好要在馬來西亞拍劇 楊善耀一拖耳 人肉蓄弟非婦當地為老公送驚喜 可見兩夫妻的感情非常恩愛 今年是他們結婚7周年紀念 一次羅茲逸接受馬來西亞DJ訪問 罕見大譚愛情官和夫妻相處之道 他認為婚姻是一場馬拉松 建議年輕人要有足夠心理準備才步入婚店 更不要為做而做 正所謂百年收得同算度 千年收得共枕面 羅茲逸又鼓勵大家 如果找到喜歡的人 一定要好好去把握抓緊對方 就正如當年他和楊善耀這段感情公開的時候 其實也不被外界看好 因為當時楊善耀已經是一線重量級花彈 而他只不過仍是一個密密無紋的三四線演員 再加上他的情史曾經有前科 形象一向都一般 所以又不少人都認為他遵不起楊善耀 不過現在再看回頭 幸好當時他們都不謂世俗眼光 緊緊地抓住了對方 所以才有今天幸福美滿的四猴之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